预警机在现代战争中是取得战场主动权和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更是依靠先进的预警机 使支援成功率高达95% 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 今天就给各位聊铁聊一聊 七款性能超强的空中预警机 TOP7 日本E-767空中预警机 日本原先装备的是美国的E-2C预警机 但是经过海湾战争后 日本发现E-3A在飞行高度 续航时间 作战性能等多个方面 都要比E-2C优秀得多 因此日本军方便向美国争取购买E-3G预警机 不过最终因为波音707停产 不得不引进采用了波音767平台的E-767预警机 E-767预警机所搭载的电子设备与美国的E-3B相似 也可以称作日本版的E-3B预警机 最大起飞重量为174.6吨 最大平飞速度为每小时800公里 实用声线1.2万米 最大航程1.03万公里 内部搭载的ANAPY-2预警雷达 探测海上低空目标时有比较好的探测能力 在作战飞行高度上能够探测320公里以外的目标 而且对高空目标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600公里 同时可以跟踪上百个空中目标 并且自动引导和指挥战机进行防空拦截作战 整体性能方面要优于E-3B预警机 TOP6 以色列ELM-2075费尔康预警机 ELM-2075费尔康也称作费尔康预警机 是以色列航太工业等机构共同研发的一款空中预警机系统 于1993年进行了首飞 费尔康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 最大起飞重量150吨 最大平飞速度每小时880公里 巡航速度每小时780公里 最大航程8500公里 所使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采用了先进的电扫描技术 具有造价低、可靠性高和整体重量轻等特点 实现360度全方位覆盖海陆空的侦察能力 在400公里范围内可以探测到战斗机大小的目标 同时可以跟踪60到100个目标 具备监视地面海面运动目标的能力 并且可以同时间指挥12批次的战机作战 总体来看呢 费尔康预警机与美军的E3属于同一个级别的 甚至在某些性能指数上是超过了E3 但它的价格只有E3的三分之一左右 就冲它这么便宜 我把它排在第六位 TOP5 澳大利亚E37歇尾英空中预警机 波音737空中预警管制机 又称E737或者E7A歇尾英 是上次日记90年代中后期波音公司 为澳大利亚军方研制的一款大型预警机 在2004年5月完成首飞 2009年交付澳大利亚空军 歇尾英预警机 以波音737客机为载体 空重是46.6吨 最大起飞重量77.56吨 最大升限12500米 巡航速度每小时700公里 最大航程是5200公里 采用多波段多功能电子扫描相控阵雷达 可以同时跟踪300个目标 在9000米高度飞行时 探测距离可以达到850公里 探测战斗机目标时 探测距离为370公里 ME SA雷达可以在任何天气下 锁定600公里范围内的180个目标 并且可以同时指挥24架飞机协同作战 歇尾英还装备有电子战系统 和电子情报侦察系统 可以对敌机电子辐射源进行定位和识别 具备发现隐形飞机和巡航导弹的能力 TOP4 俄罗斯A50预警机 A50是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末 采用了一流深76军用运输机为基础 改进而来的一款预警机 空重是75吨 最大起飞重量是170吨 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可以达900公里 最大航程7500公里 实用声线12000米 A50初七型装备了采用S波段的野风雷达 可以同时跟踪50个空中地面水上目标 但是野风雷达的性能较差存在强烈的噪音 并且在使用高频段探测时也有一定的问题 所以苏联针对这一情况 在后期的改进型A50U 改用了新型雷达系统 雄风M 解决了噪音和高频探测的问题 而且还让A50U探测目标的距离 和跟踪目标的数量有所增加 可以在杂波背景中 探测到远距离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等目标 探测距离可以达到400到600公里 在空战中最多可以指挥12架战斗机 执行战术防空作战任务 A50在探测目标的距离上和探测跟踪数量上 要逊于美军的E-3预警机 但在低空时的识别能力却要比E-3要强 TOP3 美国E-3预警机 E-3哨兵式预警机又被称为望楼式 使波音公司使用707商用机 加装旋转雷达模组 而产生的一款全天候空中预警机 空重是7.37吨 最大起飞重量是157.3吨 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855公里 最大航程是7400公里 实用声线12500米 装备有ANAPY1型 S波段脉冲多普勒雷达 这雷达系统使E-3具备对大气层 地面水面的雷达监视能力 探测低空飞行目标时 距离达320千米以上 对中空高空目标探测时 距离则更远 E-3还配备了一些其他的重要子系统 包括导航通讯和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 而这个数据处理系统 可以同时处理600个不同的目标信息 并且将收集到的敌机敌舰 有机有舰的位置 和航向等战场信息 实时传送给不同的部队 E-3强大的空中预警指挥能力 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极为突出 当时一架E-3配合F-15、F-16战机 可以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 让敌军毫无还手之力 Top2 俄罗斯A-100预警机 A-100是俄罗斯研制的新一代预警机 又被称为首相 采用一流深76运输机为基础 搭载S波段雷达和经过优化的 UHF波段反隐身雷达 可以有效探测各类隐身目标 采用PS-90A涡轮风扇发动机 载重量达到了52到60吨 根据俄罗斯军方的报告称 A-100预警机可以探测和护送300个目标 探测距离可以达到650公里 最关键的是 它不仅可以探测到所有类型的无人机 甚至具备监测到5代隐身战机的能力 整体作战性能是A-50U的2倍 与主流的新型预警机一样 A-100是一款集情报、监视、侦察、预警 和指挥为一体的预警机 俄罗斯军工企业有消息称 新一代A-100预警机将于2024年交付俄罗斯空军 TOP1 美国E-2D先进鹰眼预警机 E-2D先进鹰眼是美国海军的一种新型预警机 由E-2C鹰眼2000改装而来的 空重是18.36吨 最大载重25.8吨 最大平飞速度每小时626公里 实用声线11275米 最大制空时间6小时 E-2D测试原型机的外形 与E-2C几乎完全相同 但是内部的许多系统和能力 却经过了全部重新设计 使用新型的ANAPY9雷达 新型雷达采用的特殊技术和电子扫描阵列 让E-2D拥有了长时间360度扫描跟踪主要目标的能力 并且新型雷达可以消除混杂在移动目标回波中的雷达回波 从而使E-2D可以轻松地辨别出远离内陆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 根据美国海军有关人士透露 新型的ANAPY9雷达可以探测到更多的目标 在探测距离和探测数量等方面几乎增加了一倍 可以为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和飞机提供一幅真正的一体化战场态势图 从而感知防区外的威胁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各位老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